大约12分左右 由于是空心墙 消防员利用铁钻铁锤等破拆工具 在确定墙底稳固的情况下 对未遇男孩附近的墙子进行破拆 为扩大救援通道 消防人员拆出一条缝隙 试图通过一转让男孩脱缺 但由于空间过于狭小 男孩还是无法动动 而男童身上穿着很厚的棉服 也有脱缺带来解误 消防员只能继续对墙子进行破拆 并从破拆被写、钻入缝隙 对男孩身上的音笼进行裁剪 经过40多分钟的救援 对得吓他而故意 Ya 鸡蛋糕 可能会对孩子造成孩子伤害 危急时刻 消防人员就如同师祖名后 小心翼翼的光眼色 用力对门头进行扩张 十分钟后 小孩终于冲入了手里头 孩子的母亲称 当时未经认了门 是个世人 大连运动力的指导 手持起了合约空气 能合上后才发现 您要参观好 那小孩子 等我报告 我们要防脏 小孩的好奇心 再加上手指手机 完整理所 罗美 纸奥 这些常见的小物件 很可能会变成 最后的工作 三十五款 近日 三名大人带着一个 十四小男孩 来到河南充马县 小床队 新鲜毛 来到河南充马县 小船队 小手 小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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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够 小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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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够 更迟 对 g 前方 把 在男孩的手指上 经过近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 消防人员终于用选择将语莫取 从男孩手指上完全取下来 锁进男孩手指记名的案 对一起儿童手指对抢发生在山东 23号下午山东初周消防人员接到报复称 某学校内有一个小女孩的手指 不甚被团队抢住 消防人员看到由于长时间对抢 女孩的手指已经发红阴障 消防员一边按捕女朋友的情绪 一边继续用钳子进行拓拆剪切 不久后小孩终于抽出了手指 消防部门提醒 碰到类似情况 可以进入冷水将手进尸 再用分滑油肥皂水补满手指 轻轻轻动 如果还无法提出 不要强行拉拽 赞快求助消防部门 另外家长对孩子要加强贪团 不要把抑造成伤害的物体 放在儿童可处范围内 河边在福建福州 年十岁左右的南海 在河边还耍时 不慎建筑秘密中 消防人员改造现场之后 发现南海的半个身体 进行建筑秘密中 中间群众虽然一手 绑住南海的腰部 但南海仍在缓乱大陈 消防人员在南海防护高费之后 靠近这些人 为了不对孩子的腰部造成伤害 消防人员先让南海 尽量他夺在冤移上 扩大受病病毒 然后把育成神体 系在孩子的腰带上 并免他下去 随即徒手扒开 男孩身边的移密 在救人员的保护之下 对一头的消防人 缓慢拉动救生神体 终于将被控男孩 紧急上岸 送往冲进去经验 据了解 孩子是在河边玩耍 不是陷入冤移的 目前真理也不大爱 您正在收口时 机灼的 なん是陷入冤出 去评论 时依给大家看